好 再来看到这名男子 为了庆祝自己满18岁 他的朋友也要帮他庆生 说他登大廊了 所以早来四个传播妹 在KTV包厢脱衣陪酒狂欢 刚刚好遇到了警方登门领检 那么其中一个传播妹 已经脱到只剩下内裤了 怕露点会被罚 所以连忙抢穿搏纱外衣 而警方为了搜证 飞快上前 双方上演了抢搏纱大战 远警到KTV领检 一进到包厢里头四男四女 全都吓傻了 低着头用手遮住脸 其中一名长发女子 全身光溜溜 只穿着一条黑色蕾丝内裤 他勤急向要穿回薄纱外衣 却被警方一个剑步抢下 严谨我发现这个脱衣陪酒 然后这个是一个证据 所以说一定要制止他这个穿回去 包厢内四名男子 陈信男子刚满18岁 他的三名朋友帮他登大廊 找来四名传播妹 在KTV包厢狂欢 传播妹脱衣陪酒 恰巧遇到警方登门领检 因为其中有一位这个男客 说叫庆生 所以说他们特意到这个该店去销费 四名酒客坦诚 庆生狂欢 每个人花了3600元 找传播妹来陪酒助信 原本还想从事性交易 只是来不及带出场 就被警方查获 这下庆生不成还得上警局 至于拖到剩下一条内裤的传播妹 以妨碍封化罪移送法办 记者陈贤湖结论才这么大 恰巧遇到警方 请不吝点赞 cheer 가족专门 belief 气和监督 御愿elet 我 军技